喔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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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用感情多 隨著現在斜槓青年的概念越來越夯 年輕人只有一項專長是不夠低 聽聽陳傑這個迷人的嗓音 讓人看到原來跨欄王子是個被填進給耽誤的歌手 那麼就有請我們斜槓國手 來幫自己第一次的公開演出打個分數吧 七十八十分吧 這第一次在公開場合上就是表演給大家看 但是剛剛還是有點小處槌 只是私底下的興趣就是唱給室友聽就好了 不過眼尖的觀眾可能有發現 陳傑的頭髮怎麼突然剃得這麼短 那是因為他最近也才剛剛卸下斜槓軍人的身分 班長不會叫我去帶前面跑 因為我可能會把大家全部都超累死 我是打飯班 對 就是負責要怎麼抬餐桶 然後幫長官打菜 然後洗餐盤 所以其實每天三餐的時候就是很忙這樣子 既然講到打飯班 說不定另外一位斜槓天才小釣手 可以幫弟兄們加菜 那就是平時熱愛釣蝦的鄭兆村 聽說他在釣蝦場的最佳紀錄 一個小時可以釣二十六隻 看來兩位田徑好手除了平時的訓練 對於私底下的休閒娛樂也是絲毫不馬虎 接下來鄭兆村將會在九月十九號的全國田徑錦標賽登場 陳傑也要逐步開始為明年的比賽備戰 相信經過了充分的休息 他們也會更有動力去面對即將到來的挑戰 回來TV新聞採訪報導